虽然1加5T还没有在国内发布 但美国已经正式发布并开售了 在配置上没有什么惊喜 也没有最新的安卓8.0系统 但6.01英寸的全面屏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高8加128G的存储组合以及骁龙835 也让1加5T在性能上保持着足够的竞争力 那1加5T和苹果iPhone X谁的速度更快呢 这期节目我们就会看到 就来看一看国外媒体进行的两款手机的速度测试 测试方法是连续打开17个不同的应用和游戏 看看两台手机之间的速度差距 以及完成两轮测试分别使用了多长时间 第一轮测试中 1加5T大部分应用的启动时间都领先iPhone X 但在最后运行4K视频渲染时 手机的速度明显变慢 而此时的iPhone X已经追赶上来 并超越1加5T 最终领先约40秒完成第一轮测试 在第二轮测试中 因为测试的1加5T内存是8G版 所以在第二轮测试中的程序 加在速度上直接秒杀了iPhone X 如果只用这一次速度对比测试来看 采用了8G运行内存的1加5T 对于已经加载到手机内存的程序 在再次打开时 基本不用重新等待加载 看来8G内存就是任性啊